第六题,1到15题都很简单,甚至没有什么意义,第六题是说,若一个银原子质量是一个碳原子质量的9倍,以至碳的原子量为12,则银的原子量为何?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原子量的观念,就是我一个东西,我跟碳的质量比,然后我们定碳等于12,所以我们就乘以12,如果我是碳的两倍,我们就是2乘12,就是24, 如果我是碳的三倍,就是3乘12,就是36,现在呢,我是碳的9倍,我们乘以12呢,就会变成108,所以我们赢的原子量呢,就是108,第六题问我们说,则银的原子量为何?我们答案选的是C,108。